是8月1號正式開始 旅行社電話響不停 工作人員每小時接二三十通電話 他們都是來詢問 赴臺自由行簽證停止核發的替代方案 這個限定下來的話改由團體的去 用這樣的方式 LO簽證的話是限額 那本來現在的額度就是配好的了 那你47個開放城市的 那這些額度怎麼夠用 當然不夠用 團課名額不夠用 陸客早就想到了 看看禁令下來第一時間 上海出入境管理局 排隊人潮從白天到黑夜從未間斷 好 現在時間是 7月31號晚間的9點鐘 在上海徐匯行政管理中心這裡 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還是有不少的大陸民眾 排隊要辦赴臺旅遊的自由行簽證 因為過了晚間12點機器就會停止辦理 搶著辦簽證的人潮到晚間10點還是不斷湧現 人籠繞了一大圈 想如願辦好簽證 排隊至少兩小時起跳 好像只有兩台機子估計一兩個小時要的吧 那再久也會排的 為什麼 因為機票九天都訂了 今天晚上是最後一天嘛 那肯定要辦了 但他們說要排隊至少要兩個小時 那也沒有辦法對吧 那總歸排唄 那機票九天什麼都訂了 突如其來的禁令讓陸客旅遊業者通通措手不及 陸客自由行人數至少銳減70到100萬人 若以人均消費3萬元計算 台灣觀光業頓時少了300億元收入 外界希望禁令能早日解除 讓台灣觀光業再度注入活水 記者程序張惠霖上海報導